淡水老街再生计划展现了许多的成果 不过如何推动而且还能够呈现在地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 淡江大学日前特别邀请的商圈地方名代等人 参加了一项研讨会议 希望即使广义请听大家不同的声音 未来可以让民众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淡水老街 为了要让大学能够散尽社会责任 教育部推广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简称USR计划 而位于淡水的淡江大学历史系与资传系 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申请这项计划并且执行 而今年更展现出许多成果 因此在日前淡大更邀请在地的中正路老街商圈 地方名代居民等等一起来参与这项会议 希望可以讨论出未来发展的协助事项 USR计划的第一年 今年是第二年 明年是第三年 那今年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对老街的一个再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这次的会议是把之前参与的这些相关的厂商 那我们还有找一些新的商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今年或者是明年会有相关的计划 然后先跟他们讲 那他们如果说在这一两年当中有什么想法 需要我们配合的 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一个会议来大材共同来讨论 历史系教授表示淡水中正路老街因为早期靠近河港发展出许多商业活动 造就现在淡水老街的多元文化发展 因此面对这么具有历史文化的老街 更希望除了现在的商业化 还能够展现出历史的文化价值 而在今年一整年的合作之下 与老街商家举办打卡还有便装活动 展现老街的文化价值 去年跟今年我们都有一个演戏的一个活动 然后还有这一个比如说闯关活动 那今年也会同样有相关的活动 演戏活动我们还在规划 然后闯关活动大约是在12月初会进行 那另外我们会有不定时的穿着古装的体验活动 如果说那个乡亲朋友们 如果对穿着清代的古装 或是西洋人的古装有兴趣的 也密切端看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网站 或是教会的网站 我们会在上面提供一些相关的讯息 这项计划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进行 共分成三个期程 而今年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期的计划 邀请更多居民还有商店一起参与 不仅是有商家行销 街头艺术服饰时空穿越剧 以及互动地图等等 让在地居民或者是游客看到 属于过往不一样的淡水老街 谢谢大家 每一带去采访外道